为了解决悬而未定的世界棒球 今年赛总教练人选 体育署署长何卓飞 跟国内棒谈两大龙头 棒鞋跟职棒联盟的高层 一同在体育署进行磋商 中职这边提出人选 从原本的彭毅中 改为一大总教练叶军章 注意棒鞋维持原定的郭太元 只不过这次协商却是破局收场 甚至传出联盟会长吴志阳 在会中怒摔手机 并且提前离席 但针对这些部分 体育署并未证实 希望一切还是与何为贵 我们不到最后关头 不要让这个和谐的气氛 合作的气氛把它破坏掉 这样子才有办法组成 我们希望最强的中华队 所以至少还有一个空间时间 还有一个空间和时间 那不到最后关头 我们不希望把这种合作 和谐的气氛把它破坏掉 根据规定中华队必须在十月七号前缴出五十人名单 因此体育署预计会在十月三号邀请郭太元 吴富莲 叶军章 以及现任培训队执行教练郭里建夫开会 先共同研议出五十人名单 据总教练人选体育署已有初步规划 如果最后必须透过体育署出面 不论主帅人选是谁 都已经让中华队产生负面效应 外区新闻综合报导 华队产生负面效应